請總統跟兩位院長把手握起來 那象徵我們整個執政團隊 會團結的繼續帶領台灣往前邁進 我還記得四年前 當我宣布由蘇院長接任行政院長時 他在這裡說 他會帶著團隊捲起袖子 對一輩子堅持的信念做出成績 我非常感謝蘇院長 在四年前最艱難的時刻扛下重擔 面對艱困的時刻 蘇院長都是支持國家穩定的關鍵力量 每當面對困難的決策 蘇院長總是支持我的最大力量 蘇院長有一句名言說 人生的劇本是寫好的 但沒有辦法偷看 只能全力以赴 在選後 他幾度向我請示 選擇離開 終然有再多的不捨和感激 我還是尊重這位 我最敬重的政治前輩的決定 而接下來 我決定邀請陳建仁前副總統 來接任行政院長的工作 我期許新的內閣團隊 是個溫暖堅韌的內閣 而陳前總統的溫暖無私奉獻 正是當前疫後社會療癒 照顧人民生活 團結建設國家最合適的行政院長人選 我也期許 新的內閣團隊 持續完成四大任務 第一 階段性的盤整各項防疫措施 讓國民生活朝向更開放 更正常化的方向前進 第二 進行社會照顧體系的總檢討 無論是從育兒到長照 從租屋族到房貸族 從學貸壓力到缺工問題 再到掃毒 掃黑 反詐騙等 攸關國民生活的照顧措施 行政團隊必須持續地進行檢討 第三 要持續地提升國家基礎建設 強化台灣中小企業的體制 協助傳統產業升級再造 第四 要持續推定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鞏固台灣在全球供應鏈的關鍵地位 我從1997年開始 參加了數次的公職工作 我也經歷了跟很多位行政院長 共識的這樣的經驗 所以我深深地了解 蘇院長在過去的四年 所做的表現 確確實實是一件極不簡單的事情 我在這裡要恭喜院長 蘇院長 你真的是很棒 而且有你台灣真好 如今在蔡總統任期的最後一理路 需要我來共同承擔的時候 我有一種義無反顧的心情 在未來一年多的時間 強化台灣的經濟韌性 環境韌性 還有社會韌性 是很重要的三個目標 讓台灣繼續成為2300萬人 幸福生活 團結共好的一個國家 而且這也是我們內閣最重要的一個使命 未來的行政團隊 除了要延續正在推動的福國立民的方案而外 也會展開必要的調整 來達成剛才 總統所交付的穩健邁向 疫後復甦 強化社會安全體系 提升國家基礎建設 還有推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的四大任務 台灣在疫情後的復甦期間 面對了許多國內外嚴峻的挑戰 我們應該更體察民意 重視溝通 並且善用經濟和財政的實力 讓壽新階級育兒家庭以及弱勢者的生活 得到溫暖的照顧 新的行政團隊散動以後 我們一定全力以赴 在關鍵的每一天為國打拼 為台灣努力 祈願天佑台灣 謝謝大家 謝謝